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姑要等的那个人 你身上有一块玉佩 能拿给我看一下吗 来 我在这儿盯着 你去通知四哥 报告 进来 将军 对不起 我把人给跟丢了 带上你的人马上行动 我们去虹口的麦田旅馆 麦田旅馆 我接到消息 李兵就在旅馆里 记住 行动一定要迅速 抓不到活的 死的也要 明白 明白 十点钟的时候 有人来接你离开上海 我说的话都记住了吧 他怎么会在这儿 四哥 小船去了麦田旅馆 麦田旅馆 怎么回事 我们去盯小船 发现他去了麦田旅馆 我回来报销在路上 很多特务跟过去了 小船为什么会去麦田旅馆 四哥 你给他任务了 他一定是见李兵去了 我们赶紧走 好 什么 他会送你离开上海 他的话你信吗 李兵 你这样做太冲动了 你和他在一起 怎么向四哥交代 可是我没有别的选择 小舰 我让你来 就是为了证明 我是清白的 可你这样做太傻了 你会把事情 越闹越糟你知道吗 所以我才要去根据地 总有申诉的地方 我就不信 党会不信任我 好妹妹 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最起码我是相信你的 可有什么用 四哥他不信任我 李兵 你们两个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都说了些什么 你有没有把我们组织的事情告诉他 我怎么会呢 我知道党的纪律 那除了你跟我说的这些 你们还说了些什么 我说的 有什么用 没有 没有 有种 有 我是 莫 太军 你干什么去了 我的命令你传达了吗 太军 我还没来得及呢 八个 你不要脑袋了 太军 您别生气 您听我解释 刚才您吩咐完我以后 您开车刚一出去 我就见吴死堡在后面跟踪您 我就开车追了上去 一直追到了梅机关的门口 你装着正事不干 你跟他干什么 吴死堡的人带着特务队 从梅机关出来 就往洪口方向去了 他们包围了一家旅馆 包围了一家旅馆 您刚从旅馆出来 吴死堡的人 就在外面守着 你走 他们就行动了 我一看事情紧急 就马上回来向您报告 太军 您要是不信 马上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一点点 这是一个 你这个人 有几个人 有几个人 我们从几个人 是一种 都到几个人 不够了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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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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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开门呢 快点开门 干什么 开门 快开门 将军 武队长让我报告你 我们已经封锁民主 正在搜索 很好 让我去看看 开门开门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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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呢 开门 开门开门 快点 开门 快开门 快开门 不好了 适合了点 他有这么快就跟来了 难道是中军公 不可能 开门 开门 李兵 开门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跟我来 开门开门 开门 开门 小姐 从这儿走 好 快 开门 走啊 开门开门 我帮拿一样东西 你快走 我马上就去 救救我 攻击 人事 是 从这儿跑去 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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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跑去开门了 快パス 跑去 站住 你让我走 我走 你去去 我走 你来得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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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李冰 是个共产党 刚才他想逃走 被吴队长击毙了 吴队长 是你打死他的 是 将军的命令 抓不着火的死点药 很好 我应该很好地嘉奖你 你为日本帝国立的功 谢太君 这是我应该做的 巴克 你 种子军 坏了我的好事 我昨天晚上抓到了他 秘密地把他安置在这里 他已经答应了 要说出共产党的组织 这其中就有杜鹃的线索 你们杀了他什么意思 这么说 叫杀人借口 这么说 昨天晚上你就抓到他了 你是故意把他藏在这里的 我们这边说话 你很能装糊涂 是白鸽告诉你他那阵的吧 你让吴四伯跟踪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他跟不上我 就到了你的煤机关 你得到了白鸽发来的消息 就命令他包围这里 见我离开旅馆 就马上采取了行动 对不对 你怎么会这么清楚 你明明知道李冰已经是我的人了 还要这么急着杀人灭口 你在怕什么 你想掩盖什么 我不懂你这话什么意思 将军 你工党的尸体怎么处理 既然中村军说这是他的人 那就送到先边司令部 怎么样 你一会儿到我办公室 你借过去 我一会儿到我 那是你们博士 你损造这一条习手 他都有一终有 大国家 如果你损造那些人 我们的策刀 你了吗 我们的策刀 你现在跟踪刀 没有了 李冰的死让东村公非常难 谁出卖了李冰 敌人为什么对他痛下杀手 就在面对李冰遗体的时候 东村公做出了决定 杀人凶手必须受到严惩 绝绕不了中 将军 太军他 他让我去的办公室 什么意思啊 刚才 你看见他从李冰手里拿走什么东西了吗 没看见 他手太快了 你不用怕 去他办公室之前 先给云子打个电话 让云子教你怎么说 那我现在就去 等等 你是第一个到现场的 为什么不先死李冰 我当时蒙了 将军 这是我的失误 真是个白痴 你击毙了李冰 当时的情况 是怎么办公室 嗯 萧传也在现场 你没惊动他 你做得对 我们就是要杀了李冰 中村君回到现场 让你去他那儿 你必须去 暗示他消息从萧传那儿得到 你必须去 看他的反应 其他的我来处理 就这样 你需要锭 英左将军们 是我 刚才吴四宝打来电话 情况我都知道了 昨天晚上打来我家的电话 您查到了吗 新路五厅 查不到谁打的 那个叫山口的人呢 也查不到 好的 我知道了 将军 看来好戏开场呢 情况怎么样 我刚才溜过去瞧瞧看了一眼 李冰死了 孝爽逃脱了 李冰死了 他有包围了旅馆 他们可能是从后窗跳楼逃跑的 李冰没逃掉 日本人赢作真招 和钟孙公都来过了 钟孙公刚刚离开 那你们为什么不接用 我不知道咱们住哪个房间啊 等我跑过去听见香声的时候 已经晚了 四哥 那我们该怎么办 四哥 咱们先回去吧 先撤 好 想办法先找到萧缠 这个仇 我们一定会报的 走 我们今天让他死在她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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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做就知道了 事情没这么简单 不过我把所有全都揽下来了 你是在保护我吗 可这样做你就危险了 吴思堡搜查旅馆 是从一楼搜到了楼上 我打电话问个欧巴萨 确实如此 你当时告诉了 萧船旅兵的房间号对吧 对 吴思堡见到我 故意透出来是萧船的消息 可他不知道李冰的房间号 是有人在他背后叫他误导我 所以我就判断出来 不是萧船告密 告密者是另有其人 我刚才在旅馆看见董家飞了 还有他手下的人 他们正离开那儿 他们也知道那个旅馆 那他们为什么不想找香蕉 那他们为什么不想找香蕉 告密者肯定是在他们当中 那你为什么不想 是营佐接到了萧船的报告 他故意这样做 哪迷惘你呢 如果要抓李冰 他根本就不用这么做 我在教堂碰到萧船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不是白鸽 再说如果他是白鸽 他肯定不会到旅馆来 你就这样相信他 如果我的判断是对的 那他就是大善 如果你的猜测是对的 那他就是大王 可是你刚才说 告密者是董建飞 他不是告密者 我是怀疑他的手下 怀疑鱼沟 鱼沟 鱼沟 鱼沟不是被打死了吗 用十二个险兵的死 来放一只鱼沟 如果我是营佐 我就不能多放一只鱼沟 有道理 有道理 小时候 我爹娘也会因为一些小事 委屈了我 我不怕他们打我 我最怕的 就是他们不要我 小姐 老过死后 我就有种没妈的感觉 总想找人说说话 其实四哥来上海 我真的很开心 可是你没看出来吗 他根本不信任我 所以我才要去根据地 总有申诉的地方 我就不信 大会不信任我 我查了 你不信任我 你不信任我 啊 咱们 你不信任我 你没想到我 我以为我 你不信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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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闲远你 你不信任我 我赶到的时候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赶到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他在旅馆 老罗跟老魏 他们看见你去哪儿了 你派人跟随我 这不是跟随 川儿 你维护的 这是你个人的情感 但你知道吗 你要早告诉我李冰的下落 他也就不会出事了 也许我真的错了 他只是不想被冤枉 所以选择了离开 这种话只有你会相信 你还在怀疑他 我不是怀疑 我是不明白 他为了掩护我牺牲你 难道他的死 还不能证明他的清白吗 你为什么还要怀疑他 为什么 你可以指责我 可这件事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是李冰留下的遗物 他临死的时候 把他紧紧地攥在手里 太可惜了 你看 从伊林开始 老崔 李冰 每个你该遇到的共产党的结果都给错过去了 盈佐这小子 凶狠狡猾 对董建飞 萧船 他故意放纵 对李冰和老崔他又痛下杀手 不管是留是放吧 他的命标 都是你这个赌卷 不定了 就这两天 我要杀了吴四宝 好 先断了他的财路 然后再下手 你可别忘了 应作可是他的后台 他不会袖手旁观的 他如果跟吴四宝绑在一起 他的结局就注定了 你就这么有信心吗 我已经行动了 我让土肥元跟腾田 已经对他产生了不信任感 你看着吧 几天之内就能见分晓 要是除掉了这个障碍 对 你和延安的联系就会容易了 这只是一方面 我在李冰的遗体面前发过誓 杀害他的凶手 一定要受到惩罚 李冰离此前都跟你说过什么 我刚才不是都告诉你了吗 你是说他们要帮他离开上海 我觉得不是 如果他们想送他离开 当天晚上就走了 这个情况 我必须要向家里回报 他怎么没有掌握 你才要 Έлуш 我不会让他灾开 你不断开 我警察 你不断开 我爹 engine 你不断开 我现在好了 好了 别胡思乱想了 好 首长 好 又是杜建飞的电报 领领起身了 你看 这上面写的 他和日本特务中村工有联系 而且受到中村工的保护 他们怀疑他就是白鸽 向他们请求下一步的行动指示 关于这件事 4号下有消息吗 还没有 你看 咱们怎么恢复这封电报 顺水推轴 表扬他们 其他的事暂不回答 我们要等4号下的消息 我懂你意思了 我同意 就这么办 怎么样 四哥 家里回电报了 你这样 嗯 你给家里回封电报 嗯 就说 我们在李冰的问题上 出现了错误 我们要及时改正一下 一定要把真正的白鸽给抓住 四哥 那我们不是把之前自己发的那封电报给否定了吗 你没看清楚首长的意思 他哪是在表扬我们 我看不出来 首长还有什么其他的意思 你呀 就这么发 你跟首长说 我决定 要亲自 跟杜鹃见面 好 哪怕就是牺牲性命 我也要完成任务 可是四哥 你知道谁是杜鹃了 嗯 好 报告 进来 主任 无私保到了 让他进来 是 你坐吧 太军 我不敢和你平起平坐 我还是站着说话吧 怎么 你怕我 这个拿去 是奖励你的 不 太军 我只是进职 不要奖金 怎么嫌少吗 报告太军 我们特务队虽然没什么外快 但是还有些油水 所以 皇军的钱 不敢要 没看出来 你还是个不贪财的人 好了 回去吧 太军 让我回去 你就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你怎么跟踪的我 怎么包围的旅馆 怎么杀的李冰 我知道的一清二楚 我还用得着问你吗 不过你跟踪 大日本帝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 这就是死罪 太军 你别误会 我不是有意跟踪你 有些事 我也为难哪 你为难 你明明知道李冰是我布置在旅馆的 你也敢杀吗 太军 这都是共挡白哥告诉的消息 他说旅馆里有共挡 我们就去了 从一楼出到二楼 他从后楼逃跑了 我们追击了就开枪了 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些 杨铁是云子放的鱼钩 他也是你杀的 不 不 太军 那是董天飞杀的 跟我没关系 你现在告诉我 昨天晚上那些共产党 你是怎么遇到的 又是怎么放他们走的 这 好了好了 你不用回答了 你回去写个报告送上来 我等着 是 太军 我明明一早送来 太军 共挡的尸体怎么处理 交给小林科长去处理 是 给我借警察局卢局长 卢局长吗 我是钟孙公 我想了解一下 上海都有哪些妓院 赌场 地下钱庄还有舞厅 分别是什么人在把持控制 这些妓院 这些妓院 看法主持 来 走 好 太军 怎么 你们的人都没事何干啊 你们都出去 走 快走 走 走 我刚从药厂撤回来 您吩咐的事我都办妥了 是 扎北新开了几家赌场 经常咨询闹事 你知道吗 上海没人不知道 上海没人不知道 吴队长是那儿的后台 连警察局都不敢惹他们 你带人 把这几家赌场都接管过来 我 太军 那可是一大笔财产哪 断了吴队长的财路 他愿意吗 特务队就是 宪兵司令部的一条狗 明白了 我这就去办 当会儿 我听说吴四宝还经营 武厅 妓院 还有其他弹口 你都知道跟哪儿吗 当然知道 他的地下钱庄 还有大烟馆 我也知道 这些都是非法营神 扰乱社会秩序 把他们全都给我砸了 如意反抗 格杀无论 太军 会不会太狠了 你不是想发财吗 不断了他的财路 哪有你的财路啊 明白了 放心吧 包在我身上 将军 将军 尸体送去了 送去了 他有什么反应 太军没什么反应 只是让小林科长处理 他找你谈话了吗 谈了 他奖励我一根金条 我没改要 他都问了你什么 没问什么 整个事件的过程他都清楚 我也按云子小姐的指示 透露了一点白鸽的信息 他没什么反应 只让我把昨天晚上到今天晚上的事啊 写个报告给他 这还不是反应 你答应他吧 我不答应他不行啊 他眼睛痴呱呱呱的看着我 弄得我不是直发毛 有些人就喜欢虚张声势了 那将军 那我该怎么办 那报告还行吗 拖着 有我替你撑腰你怕什么 是 将军我明白的 站住 干什么呢 怎么了 我要见吴队长 吴队长有急证 让他进来 什么事 报告将军 端木星的人把吴队长的舞厅给围上了 怎么了 他们拦着 不让进 大伙别紧张 我是想出示一下我的证件 请放心 各位兄弟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端木星 是日本宪兵司令部行动队队长 今天奉中村太军的命令来执行公务 你们这儿谁是管事的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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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林子 你看看 就这样 你看我这对吗 对 是 很好 就这样 我得都向你学习 哪里 你看看这个 您回来了 你们在做什么 我们在自性 老师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郑军银行色谷理事长的夫人 杏子 就住在我们楼下 中村先生您好 您好 很久没有见到色谷先生了 他好吗 还好 只是最近忙着和江海关打交道 有一些忙很晚才回来 云子 我得先回去煮饭了 杏子 不好意思 花了你一天的时间 我来送哪里 我先走了 韩伦 再见 我来 好 好 好看吗 嗯 好看是好看 可就是有点 怎么 你一天都在修这个 是啊 不知不觉就到下午了 老师您饿了吧 我去给您做饭 不 等一下 安徒生童话集 你要的 好 太好了 这下午在家里 就不会那么寂寞了 谢谢老师 不客气 今天我有点累了 我去洗个澡 我来帮您吧 你不用管了 我自己来 那监裳 你又要的 那监裔 这席 你们怎么样 全砸了 全呢 全抢了 是段木星亲自动的手 他举着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牌子 说是直行公务 如有反抗 格杀无论 他一手一枪就把大某给打死了 走 上四川路 队长 队长 不好了 砸了 都砸了 慢慢说 都什么砸了 四川路的赌场 南京路的舞厅和咖啡厅 还有淮河路的几个牵窗 都被砸了 都给踢上了这个 队长 他们打了宪兵司令部的幌子 兄弟们不敢拦呢 他妈的 会有王法的 我无辞保的名字就没有用 没用的 队长 警察局的人都来了 可他们只听日本人的 还抓了咱们的兄弟 这是报复 我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上来就掐老子脖子 那我早就劝了你 这日本人之间的事情 咱们少了掺和 就像上次打架一样 我们劝哪边 那劝哪边都得罪人 老子就是一条狗 人家使唤我 我有什么办法 郭震呢 你那清帖 叫他段不兴手上了 送到了 那他啥也没说 没说 就用鼻子哼了一声 他妈的 他一见到老子 撒腿就跑了 现在有钟松工给他做后台 他才敢这样 段不兴 等老子翻过身来 非弄死他不可 去吧 杏哥 杏哥 兄弟确实忙易攻势 已数不周 请多报海 信哥 这次请您来啊 是请您高台贵手 兄弟这么多年纪在那家底啊 您这么一掀 就没剩下啥了 兄弟啊 务必看在 看在什么 咱俩之间也没什么交情 对吧 以前呢 你是个小别三 当然了 现在你依然还是 所以咱们俩 还能看在什么的面子上呢 信哥 咱都是给日本人扛活的 信哥啊 高台贵手 兄弟 不是知恩不报的状 行了 你带菜我也吃了 酒也喝了 走了 站住 你不留个花就走 怎么着 雷总 你不留着 这就是想办了我呀 信哥 放下放下放下 信哥 五四伯 你这辈子 就只能是个小别三 我今天弄到了一条河豚 千叶餐馆的厨师帮我去了毒 听说味道很鲜美 你真敢吃这种鱼 你就不怕被毒死 您不吃就算了 老师 来 这是我学做的汤 请喝喝看 我说 你把盐罐子打翻在汤里了 盐和白糖放错了 老师 对不起 我重新做一次 我去开门 盈泽将军 盈泽 中村军在吗 是盈泽军吧 进来吧 还没吃饭吧 来 一起吃吧 我不是来吃饭的 我是来讨说法的 你看 你看 干吗这么大的伙计 来 坐下来 坐下来 喝碗汤 这个汤是云子专门为我做的 这个汤是云子专门为我做的 好 将军 这汤里盐放多了 您不觉得咸吗 英左军天生的一条牛舌头 他哪儿尝得出来甜和咸呀 对吧 够了 钟子军 我们谈仗事吧 请你把你行动队的人都撤回来 你这好像是在命令我 我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顾问 上海的特务总部归我管下 你的行动越接了 我是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 你没有资格这么跟我说话 我知道 你对礼宾的死不满 你这是别有用心 无私保释害群之马 公然纵赌贩毒 逼粮为娼祸害社会 这是给大日本帝国脸上抹黑 这种人你也要保护吗 但是 他杀共产党有功 至于其他的 都是些小结 你给他扣了这么大顶帽子 你这明显是在报复 怎么说你是铁定 要当他的靠山吗 他为我效力 就是为帝国效力 所以 请你立刻把人撤回来 宪兵司令部执行公务 维持治安 就无权干涉 我只回答你一句话 这不可能 很好 我现在去找滕田司令 请便 你等着 我不信办不倒你 来吧 我们吃饭 站住 太军 你是干什么呢 送花的 谁要的花 中村太军要的花 那进去吧 谢谢太军 你是英左的亲信 刚才你怎么一言不反 我不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 不了解情况 我不敢说话 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老师 您没看见我绣的花吗 我整天都没有出门 你是宪兵司令部的特高科长 特工总部是你一手扶制的 我让你难受了吧 他们干了很多出阁的事 上海在日本帝国的统治下 他们的行为犹辱帝国的面子 必须要严加整治 所以老师 您是对的 真没想到 你会跟我坐在一条板凳上 老师 我是您的人 本来就该跟您一条心 不过 我替颖左将军担心 将军太不明智 把自己和五四宝这个流氓拴在一起 这个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什么结局 您比我清楚 将军这下会栽到底 他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是颖左 真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去开门吧 我去吧 我倒想听听 他还能说些什么 中村主任 有个工人给您送了两盆杜鹃花 检查了吗 检查了 没有异常 莫名其妙 这一盆杜鹃花 是你订的 我没有订过 把他抽离了吧 是 四哥 怎么样 你交代的事我都办好了 我把花送进去 是一个宪兵收下的 四哥 可是我老觉得没有家里的指示 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不冒险 摆了门的防守没有想象的那么严 进出还是很容易的 你想做什么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咱们呀 先找老罗上上上的 好 眼黑 胆够大的 去跟着 看他在那儿落脚 是 将军已经知道你的事情了 他让我特意来转告你 不用担心 很多事情都是小误会 他会帮你处理一切的 请转告将军 只要把我的损失找回来 我就是将军那条狗 誓死消重 好 请回吧 VISICE 嫁 经历了这么多 李冰也死了 这让萧船有了一种越来越明细的感觉 座以待毙是行不通的 他思索再三 决定主动出击 查清他想得到的真相 你好 是先兵司令部吗 我找中村先生 他不在啊 好 谢谢 喂 你好 我是 西里先生 你好 你好 咖啡厅啊 现在吗 我 好 没问题 那一会儿见 阴佐将军 陈田司令在办公室吗 陈田司令在后院练剑 莫 我在云子家看到那幅字画 是你送去的吗 太军 是您吩咐我交给中村太军的 怎么了 还说什么了 中村太军倒是没说什么 顺手就交给云子小姐了 我看云子小姐倒是挺喜欢 就拿走了 带我去见唐田司令 是 彭田司令 看来你火气不小啊 我当然有气 中村公昨天晚上 在旅馆里边藏匿了一个共产党 就因为吴四保队长杀了这个人 现在引起了中村公的疯狂报复 现兵司令部的人马 已经把上海搞了个天翻地覆 司令 这难道是出自你的命令吗 是我的命令 我一到上海 滕田军就跟我说过这件事情 我现在动手已经晚了 我说得没错吧 邓天军 有这么回事 你这凡民是在报复 你就以为杀了一个共产党 你心怀不满 司令 我希望你擦亮眼镜 中村军说的是我的意思 昨天警察局卢局长还来找我诉苦 上海现在一团糟 他们没法维持 这种局面 我们是该做一次彻底清理了 大陆 大陆 看来你是站在他这一边 当然 这是为了维护大日本帝国的利益 难道你不支持吗 逼着这两只鸭子上架 中村公的目的达到了 上次啊 和萧传女士谈话很受启发 我写了一篇 关于驻华日军 和当地的中国人合作的文章 没想到 还受到了军部的表扬 所以我要向萧女士 表示谢意 谢谢 西里先生 您可不用这么客气 那天跟钟村公先生 也谈起过这件事 西里先生和钟村先生很熟吗 在上海的所有日本记者 都说跟钟村公先生熟 可是能跟钟村君坐在一起 说闲话喝闲茶的 大概也只有我一个人 那钟村先生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个好问题 可是不一定有好答案 您的意思是 谁也不知道 钟村君是什么样的人 也没人敢问 你们日本人也怕他 咖啡的味道怎么样 咖啡的味道怎么样 就行 轻易贷决 等你半天了 又遇到麻烦了 宪兵司令部的小林客长来了 清晰姐 小林姐 出什么事啊 我是过来转达中村公的命令的 坐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像还挺严重呢 宪兵司令部下午准备出动 接手吴队长所有的档口 吴队长涉嫌贩毒包毒 毕量为常 这是中村公的命令 我也是特地来转告你的 太局 这都是收颖左将军 和云子小姐的命令 杀共产党还有错吗 真是冤到家了 吴队长 你要是再这样喊冤的话 你可真的就死定了 你知道中村公和将军之间有矛盾 而且两个人又是权势人物 可是吴队长你分不清你自己的身份 夹在中间 不但是跟踪中村公 而且还杀害了他所保护的人 你这已经就是死定了 再加上吴队长你这些年 打着特务队的招牌 到处的声飞 搞得是声名狼藉啊 你这一大堆的把柄都攥在人家的手里 人家不整治你 整治谁 嬴左将军 跟我说过这个事 他去找佟天司令 没有用的 这两个人都是同级别的人物 再说了 宪兵司令部也是边城墨前 那 云子小姐 是什么态度 云子小姐和中村公的意见是一样的 她说司令部的行动 我可非议 怎么会这样呢 我倒错了 吴队长 不要再争辩了 你要是再争辩的话 恐怕连你的靠山都要失去了 小林郡 小林郡 这件事情 你看该怎么办 首先 特务队要约束自己的行为 暂时不要出去活动 先避过这段风陀 还有你吴队长 接受一定的惩戒 熬过这段日子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可 可这等于端了特务队的财路啊 那弟兄们没有钱怎么办呢 我问你 是钱重要 还是命重要 可这 吴队长 你什么都别说 从今开始 你拿着憋屈 就待在这儿 小林郡 还有件事要拜托你 我想 跟中村公见个面 不认识 这样吧 穿许多先生的日中慈善协会 今天晚上有个聚会 我争许安排你们今晚进 好 那太好了 拜托 η朝 我 将军 我接到您的电话 马上就来了 到底怎么回事 托天司令 是个糊涂蛋 居然站在中村公里面 这个我们早就预料到了 吴司宝打着我们的旗号 干了不少坏事 司令早就很头疼了 这明明是钟总共在报复 你也吓着他说话 杀死了底兵以后 吴司宝的使命就完成了 垃圾该丢就得丢了 你的意思是抛弃他不管 吴司宝这个人劣迹斑斑 一大堆把柄 做人办事又不够聪明 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将军 您千万别把自己和他绑在一起 这个人会毁了您的 可是吴司宝知道我们很多秘密 如果他落在中村公署面 那会对我们非常不虑 再说 吴司宝曾经帮我们耐过命 特务队是我们一直支持的 现在仅仅因为 中村公抓到了他一点把柄 我们就不管了 那你想想 以后还有哪个中国人 要以跟我们合作 将军 您现在这样就是意气用事了 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 就是要挖出杜鹃 我心里就是不舒服 中村公秘密藏秘密兵 他明明是想跟共产党接触 这是铁证 我们本来应该乘生追击 可是他现在一反扑 你也跟他站在一起 这不能是想要是护士的 他现在看不下 这衣服 还有他在一起 将军 您可别忘了 他身上来吧 是特别行动委员会主任 是大日本在上海的特工头目 他和您一样 对抓到共产党有处置权 我们计划要杀李斌 不就是不给他和共产党接触的机会吗 我不能接受 如果那样的话 我就当于认输 将军 我现在要回家了 我家里还洗着衣服呢 等等 你现在真的只愿做一个家庭主妇 外面的事情 你就不闻不问了吗 将军 不是您让我在家里做主妇的吗 难道您忘了吗 这样才可以麻痹他 可是你忘记了 穿上战士的盔甲 你整天围着的是女人的围裙 这也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吧 将军 最近都办完了 该查的查了 该封的封了 没收了一大笔赌资 好 抗天司令命令 全部存进证金银行 你东中间拿了多少 太军 我是个知道轻重的人 我发誓 我一分没动 太军 我刚才 看见董建飞了 在你家楼下 我已经派人盯上了 我现在不要董建飞 我要吴四毛 他被断了财路 不会善罢甘休的 派你的人把他盯死了 懂吗 懂了 我这就去 好了 吴队长 我跟你说过 你是我的人 他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将军 还不怎么样啊 中村太军 把七十二的财产 拒给了己有 那七十六号 可是你一手创建的 你不能看见他这么垮了啊 他不会垮的 将军 你想想办法 把那钱要回来啊 你就是太贪财了 你要是 把心思都用在工作上 他就抓不着你的把柄 将军 那么多的黄金啊 别再跟我谈钱的事了 把我想想 怎么样保住自己的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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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刚从他部队回来 你把我的话都冤风不动地 转告他们了 按照您的吩咐 我都转达了 恰好清晰勋也在 他当场训斥了吴队长 而且还关了他的禁闭 他没说别的 他就是说 希望能够跟您见面沟通 不过我也建议您 跟他谈一下 我跟他谈 有这个必要吗 陈喜多会长 今天晚上有个聚会 特别邀请了 德国和意大利大使 还会放映电影 上海的各界名流都会参加 我想 如果借用这么一个场合见面的话 也算是你给了他面子 左灯总领是回去吗 他去了东京还没有回来 如果您去的话 代表的就是日军住户的最高长官 你会找到飞临 如果火会的话 和意大利大使 不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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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clicked 我 不许可 习惹 这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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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村公看到影片里的情景时 他的心里一阵阵被抽紧 喘不过气 莫斯科危机 苏联危机 共产国际危机 而能够挽救这一切的钥匙 也许就在他的身上 他必须尽快清除障碍 找到共产党 把情报送到延安 西方 派号落庭 西方 你听什么听 听什么听 我还没摸牌呢 我就是不让人挣钱了 还不许咱上牌桌乐呵乐呵 西方 去 走 什么意思啊 水费这么多啊 用这么多吗 不就这么多吗 上次行你喝酒不辣吧 他也还你干嘛呢去 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 还你的你 快小子 别小子 小子 别小子 那一天吃饭 你们受王父的钱 干嘛 都滚 这点破天 弄得这么大动静 怎么样哥 开眼了吧 混蛋 几辈子夹起来 也看不到这么多黄金的 这事算你一宫 在这盯那儿 我回去报信 好 你去吧 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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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队长 这我们兄弟都紧巴巴的 以后还怎么混呢 是 是 都没钱花了 都是断属心里小子害的 他才逃过来几天 仗着先兵司令部 连藏窝都给断了 我扔药上 他就大咯了一脑 断了咱们的财务 他倒是发财了 傻头发老子 队长 我们兄弟 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 那白花的银子 全让那小子抢 就是 就心里窝口 我心里憋屈着呢 咱们特务堆的牌子 算了砸到底了 队长 杜先生 一笑我没看着你 跑哪儿去啊 我到江海关去了 我有个把兄弟 在那儿当监工 我去会来会来 你没事 上那儿干什么 去看抓黄金的 那一箱一箱的 可都是黄金的 那看着人家媳妇解差啊 又不能借过 有什么用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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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着看着 居然看着点门点 什么门点 什么门点 那黄金可都是咱们的 怎么门点 咱们的 有啥用啊 别人的媳妇的 队长 我看了 那车门点 这车上只有两个看手 而且我还听说 等一会儿他们的运钞车一装好 就要运到 正金银行里存放 什么银行 正金银行 对 怎么存日本人银行去了 也那么对 现在是日本的财产了 队长 这如果存线银行 这如果存线银行 那就是帝国的财产 这如果要没钱人家 那不就是啊 那谁呢 谁呢 冻脑想想 刚才是咱们76号的了 咱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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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是咱们这么多年 辛辛苦苦披披在江山的 队长 对 对 对 是男人就把自己的东西夺回来 那本来就是咱们的 那就是咱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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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我们能不能翻身 可就看今天晚上这一下了 以后有冲村公和端木星听着咱们 哪还能有什么机会发财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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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阵 你他妈疯了 再弄这事儿 让他们逮着 非他妈弄死我不可 队长 我张国阵跟你可不是一男两个 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窝囊气啊 我也从来没见队长 你这么服过软的 我可是一直相信队长 只要跟着队长您 早晚又出头之日 看肖默队长 我是不想活了 这么活得太憋气了 打吧 国阵 你就说有两个人看守 对 就两个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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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